达芬奇资料中 如果在快编或剪辑模式下的媒体词中 直接添加图片媒体 达芬奇会把这些照片自动分成很多组 每组中很多照片自动组成了一个小的视频片段 就像我这里一样 180多张照片被达芬奇自动分成了11组 每组都有很多单独的照片 组成一个小小的Clip 而且媒体词右上角 已经没有了原来老板的三个点的小菜单 无法把这些分组显示为单独的图片 我想要每张照片单独显示 最后经过一番搜索 在Reddit上找到了答案 我把链接打到屏幕上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原文 具体的操作是这样 首先切换到第一个面板 就是媒体模式 同时把原来已经导入的照片移除掉 然后在媒体存储面板中 找到需要导入的图片素材 这时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三个小点的快捷菜单 点出菜单 选择显示独立的针这个菜单 把它勾上 这时就可以看到自动分组的图片 已经变成单独显示的图片 此时在导入需要的图片 媒体中所有导入的照片 已经变成单独显示的了 最后希望这个小小的知识点 对各位观众会有所帮助 谢谢观看